嗨 盈廷 嗨 有快問快答嗎 廖盈廷 快問快答之 到底還有幾題 又是你嗎 我要多多照顧小編 沒問題啊 讓你問 請問你第一次開車上路是幾歲呢 怎麼第一題問只有女人不想講年齡啊 我也是18歲的 那你改車車的感覺地方 你會選擇改哪裡 我先改價錢 那你最喜歡什麼顏色的車子 紅色 你有接穿紅色 那你喜歡跑車還是房車 跑車 喜歡敞篷還是硬頂 敞篷 喜歡開窗還是開空條 開空條 那你喜歡自台還是手台 自台 你掉了多少問題啊 肚肉逼人的 那你開車最討厭遇到什麼 開車最討厭遇到天上吊鳥大便 地上踩到釘子 如果你開車的時候 會叫三寶 你會對答說什麼 我可能停下車跟他說 知道嗎 每個禮拜六日晚上十點鐘 你可以打開JP座合台 看跨界大贏家 你就不會是三寶了 那在車上抽菸的跟吃雞排 你最不能接受哪一個 一定要選一個嗎 當然兩個都不能接受啊 這還有問嗎 那你喜歡自己開車呢 還是給別人載 我最喜歡給別人載 因為我等於在開聲控車 往左 往右 往前面 那你自己買車的話 第一個會重看這台車的車 嗯 我還是有點外貌協會 看的順也很重要 那當初跑機車加大口 一次就過 天地良心喔 那你會騎機車嗎 機車只會騎50 那你就是一個標載嗎 我 呃 夢裡是 那車界 周子瑜跟車界林依晨 你更喜歡哪個稱號呢 你怎麼知道這兩個稱號 我想要當車界料理 那主持過這麼多節目 你覺得哪一個是一定要看的 當然是 每個禮拜六日晚上十點的 Win-Win跨界大贏家 這還有問 那等一下錄影會緊張嗎 等一下錄影應該不會緊張 然後比較擔心 我這裡冒一顆痘痘 我不會被看到 所以你最初想要被8K拍到哪裡 呃 毛細孔跟痘痘 那身為一個資深的汽車節目主持人 等一下 資深聽起來好老喔 呃 深難的汽車節目主持人 那你覺得最重要的事是什麼事呢 我覺得最重要的事是 我們的節目要很開心 然後觀眾看了就會開心 嗯 就是一個有經驗的主持人回答 好小心的小編 好 謝謝你的快樂快達 今天要跟你順利 謝謝 謝謝